我是赵超康 欢迎你回到一下选民报告的现场 那基本上今天国民党也去告了 现在选取打到现在就告他告去 国民党去告民进党四大乌龙 那他什么叫乌龙呢 我们看了第一个民进党指 富邦在2008年捐1500万给马 那蔡民宗说我们要捐马云九 马云九拒绝 然后说有五场鱼赤宴 马云九说只有两次帮邀约 而且都是北富营合并以后 而且实际上他讲的是鱼赤宴 其实我都了解那两次 至少有一次不是 是西餐 是西餐 然后呢 因为我有朋友也参加 他那个很多人会计是律师 什么一堆 他不是说 马云九跟蔡民宗两个在那边扯 现在一窝一窝一窝一屋子 然后呢 这个民进党引用中央社新闻稿 指控有六场餐序 那马办说报导去头去尾 断章取义 连标点符合都误读 其实一个标点要怎么解读 然后呢 民进党拿出公文 指北营跟富邦合并 一天盖九个张过关 国民党立员党团说 合并案经过十个月的讨论 采用一份公文在一天内完成程序 而且民进党拿公文指控时 竟还撕掉解释严谨的审查的说明山 反正这是告来告去 等等 来 文姐 我基本上会觉得啦 就说其实蔡英文啊 在现在作为一个反正党的主席 作为第一个女总统的候选人啊 她应该挑战的是马政府的执行力 我请民党的人回想 自己台北市长是怎么落选的 就苏贞昌怎么跟郝鲁宾打到最后落选掉的 就基本上你应该挑战的是马政府的执行力 那马政府有些事情执行力并不好 比如说莫拉克风灾 很多苏郡 那这也是你很中南部 然后特别支持你的选民 尤其是南部很多人的生命财产 你怎么去挑战马英九的清廉呢 那是她的强项 而且是你的最弱项 那蔡英文没有错 她想告诉别人说 我不是陈水扁 但是对不起 蔡英文也不是马英九 她也不如马英九 她甚至不如我们在座的很多其他的人 她不如沈大老 我必须说她不如我 她应该也不如你 她不如很多人 就作为一个从政者的清廉 她不如非常非常多人 所以她不要 她现在在讲什么马英九的清廉 你就是拿 假设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只有40分或50分 那陈水扁是0分 甚至是负分 那你可能是50分 60分好了 你没有算什么倒贪污 60分好了 你绝对只有60分 你不要去挑战一个90分的人 那这个是很愚蠢的一种选战 当然沈大老要说的是说 她不是这个理由 她不是要挑战马英九清廉 她是要模糊她自己的60分 可是问题在这里 问题是说 你一直一直不断的在转一跤里转一跤 你转不掉嘛 你只是一直在凸显马英九的清廉 凸显马英九的清廉 然后你到后来 人家一直问你说 为什么国发基金去你家 这么简单的问题 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都不能回答吗 我看记者什么都听不懂 我们讲一堆他都听不懂 去你家连这么简单的问题 他都说刘亦如违反行政中立 意思是说刘亦如不该公布 你为什么要告诉记者他来我家 还是意思是这样吧 他来我家干嘛要讲 不他回答不了 你是蔡英文你怎么回答 我是蔡英文 如果我做过所有这些事情 那我现在要选总统 我就告诉各位说 其实当民进党的当主席 跟当总统都不是我的人生规划 我当时是真的想做宇昌生计 是想发展宇昌生计这个行业 那那个时候呢 国发基金很礼遇我 说他要来我家 我欠缺考虑 其实我应该拒绝 这件事情我郑重道歉 那最后呢 他们核准钱 那民进党败选了 我本来要募到的款项 也没有到 所以他们核准的钱 也没有来 那么最后这个产业失败了 那我也没有从里头 得到特殊的利益 没有错 我的家族获得了1980万 完税之后是1400多万 你们如果觉得这个有问题 我全部把它捐给公益 就完了嘛 你这件事情就坦坦白白清楚 事实也可能这样 那我其实不是很赞成 国民党说什么副院长 盖章给董事长 蔡英文并不知道 孙昌要辞职嘛 你这个没有直接的证据嘛 应该倒过来啦 董事长接了当年副院长签的案子 这样就没有错了 我的意思是说 应该是就是说 他在后面做了董事长的时候 还没有谨守一个 从政坛里头有影响力的人退下来 应该有的一个分寸嘛 那你在这个部分里就说 我没有想到我会当党主席 因为我是 他真的是别人拜托他出来 我也没想到我今天会选总统 这都不是我的人生规划 那当时这件事情 我没有做好 我没有想清楚 那我绝对不会再犯 以后我也不容许 我的属下做这个事 那如果各位觉得 我的家族获利1980万 这件事情是不正确的 我也同意 我就全数捐出来 就跟苏家群一样嘛 就跟苏家群的农舍方式处理一样 如果蔡英文像 陈文倩这样讲 是不是就直学了 老师你觉得 不见得 民进党就是怕 就是怕 你弄头穿滚嘛 我承认到这里 你又挖我更深 对不对 选战就是怕这一点嘛 不过我跟文倩的看法 不一样的就是说 他不应该 这个马英九的青年 来解释自己的清白 他当然要怎样 你觉得他在辩论当中 为了回应宇昌案 忽然间丢一个富邦 是一时情急吗 是一时想不到更好吗 这个都操练过的 那为什么 他应该用 他是说你怀疑我的操守 我当然用你的操守来怀疑 他是不能用一个烂香蕉 来捍卫一个苹果 他只能用一个烂苹果 来捍卫一个相对好的苹果 我相信蔡英文是事先规划好 所以你看他整个步骤 他是有规划 他在头一天 这个晚上 5点多嘛 5点多 然后以撒哈的声音 去发表一个 对这个宇昌案的看法 对不对 所以他先就先铺陈 然后第二天 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没有想到的是 马英九在一开始 这个声论就说 如果我有这个 这个做操控特征组的黑手 我退出总统选举 蔡英文没想到 可是他的声论稿已经写好了 所以理论上讲 如果说我一听到总统这样讲 一去总统之论 他永远退出 我接下来我就能够不碰 也就不碰 所以他用来声论稿已经写好了 所以还是照着念 还去值马英九是 所以我认为他 包括头一天的记者会 包括他的声论稿 包括他的 这个丢出这个富邦 我认为其实是规划好了 不过如果说按照 从前这样讲 一虹你觉得有没有用 老沈认为可能会软土伸绝 搞不好 蓝军不会放弃 其实 钱文倩刚刚讲的 还是真正的版本 我的研判也是这样 那如果照此讲 就是 前面已经凹了嘛 前面已经凹了 后面要再来讲 我前面不该凹了 他一开始就这么讲 老实讲 我也有什么问题 台湾人民只要你道歉就算了嘛 道歉捐钱就好了 对啊 而且 你也没办法 因为蔡英文 我的看法也是认为 他是 副院长下来 然后跟生计界也很熟 以前我也推动 我一个头脑啊 商人蔡英文 然后用赚钱的角度 去用乙昌 这是没有话讲的 但是 总统候选人的蔡英文 这个道德税是不够的 当然不够啊 美国的参议员不是讲的吗 他不选总统 没有什么姓亲啊 嫖妓都不出来 那几十年前的事 对不对 他不选 一选总统 人家就要解敌你 因为你也投意 要不要标准检验别人 你不能想说 我有什么违法 违法 违法哪一条 那说谎违法哪一条 说谎啊 一天上来骗老婆的 违法哪一条 嫖妓违法哪一条 不一样啊 在美国只要说谎 不能选总统 说谎严重啦 不是啊 叫女朋友不严重 说谎严重啦 说台湾嘛 台湾说谎 说谎违法哪一条 很多算命了 根本都算不准 都在骗你了 连诈息都够不上 最近有两个 最近有一个案子 就是美国要挑战 欧巴马的共和党的初选 披萨老板 对本来一个黑人 然后 披萨老板 卖披萨的 然后生死非常好 本来认为说 美国这次同德大选 可能是共和党的黑人 对抗民主党的黑人 哇这个 对美国来讲 这是全世界都瞩目 表示美国的确 这个蛮不错的 欧坤对欧坤 结果后来就是 他让他当过那个 餐饮协会会长 然后一个说他性骚了 一个大概就算了 支出他很高 捐款一次进来 第二个 第三个 到了第四个 搞不好宣布下去了 那早先那个盖 那个哈特 哈特不是盖 哈特也是 哇他都松是扶摇直上 不得了 还有人跟我讲说 一个好朋友跟他很熟 说他选钱要来台湾拜访一下 你要不要接待他 我还问我 我说来再说嘛 就过两天 人家说你有一个女朋友 叫Rice 然后他说我没有 然后人家说有 他说你只要抓到 你抓着看你有本事 那你讲了这个话 你就应该谨言慎行 他还跟那个 跑到佛罗里达 迈阿密去搞在一个房间里 被记者就逮到退选 还有笑话 刚刚那个黑人的 披萨的老板 下去以后 谁上来你知道吗 当年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他还没讲完 他跑在前面 最近大家都把以前的 案子通通抓出来 他现在已经调到第四年了 所以你本来要参选总统 你不能够说 怎么选前一个月 才把这个资料说出来 就证明了 你选总统就会出来 第二个 我觉得我从这件事情的过程 去检验一个人的人格 去检验一个人格 这个人格不只是说 在宇昌案 或者是在后面的 更严重的台帽创投案 你扮演的角色 而是当你犯过错了 你面对错误的时候 你有没有廉恥心 这个是我care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讲的道德 有没有在你的心中 人不见得什么事情都有道德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犯了错 那别人指你错误的时候 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第一个转移焦点 然后攻击别人 乱讲乱一摟 这种人就叫做道德沦丧 那我可能犯了错 那你指我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就讲说 对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不对 我道歉 那这种其实就是说 道德还在你的心中 那我觉得我最担心的是 我们是不是正在选一个 改写历史的女总统 但是道德不在她的心中 所以陈文倩每次指着我错 我都承认这样 不不不 主席 我建议啊 我建议请问来宾 不 我建议请问来宾 当你过去的错 被人家逮到的时候 能够在第一时间点 不假思索 承认错误表示道歉的人 请举手 我认为 很难啊 很难啊 我人家还没有发现 我就先承认 就自己招出来了 哇 李宏是圣人 对啊 我先承认 省在以后人家讲我啊 就先讲就好了 那宇彦 就是文倩刚刚有说 那蔡云若一开始 像她讲那些 那也就算了 那第一个 蔡云若有没有可能这样吗 第二个 蔡云若有没有可能不道歉 但是把钱捐出来 我觉得她有几种可能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我个人认为不可能 是因为这个事件里面 其实她中间也参扯了很多 当时的情境因素 就像你们一直都说 当时本一定要卖一样等等 她那个情境因素 例如说 是国民党把何大一 还有把翁启慧 中央院院长 把这些的科技界的人士 并把他们逼他们站到蔡云文身边 而这里面 当时蔡云文是不是自愿出来的 到现在所有人出来都是说 因为都是大家叫她来的 那还有第二个 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 但是她是卸任了 她的确被大家都叫来了 的确当时资金也困难 就这几点来说 所有的人证都是这么讲的时候 社会有很多人是可以理解说 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境的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这就是你们说 你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 可是每一个环节的 每一位科学家都证实了 的确募不到钱 所以就这几点来说 就为什么刚刚审委员是说 民调也没有打下来等等的 其实它真正关键原因是 国民党逼到这些 本来不会站出来的科学家 站在我们旁边 这个我有意见 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个我有意见 这科学家不是说